这玩意一年我只做四个月 就这四个月 我就能买好五百万左右 我也没有什么买家 就在家里自己做 有条陈上家里来找 这么多年 我考的就是口味 口北 还有回头看 在我们当局 也算是鲜油鸣去吧 看看我们用的这个驴肉 全都是从内蒙买来的 这些驴上面表也少 全是瘦肉 我们每天做这个驴肉 都是下啥下桌 肥油得芭蕉 半斤也得芭蕉 这个没法吃的 半斤也不要了 半斤也不要 全部扔就 现在一头驴正常有多重呢 一头驴在五百斤左右 但是出这个肉出不多 基本上也就出两百斤肉左右吧 出肉比较鸡 但是这个价格上比较高这个东西 现在我买一头驴 基本上就得在一万五左右 我每天刷八头 年前反正一千三个二三十头 这都是海证潮的事 咱们知道现在做驴肉的多不多 做驴肉的还是蛮多的 但是做的好的不多 就这么说 在日上这个量最大的 还是八 这个就是要把它分割一下 对咱们分割一下 等会直接下锅煮了就 那你现在这个生驴肉 是卖多少钱 生驴肉在我们这里 目前是七色的量 现在咱们这些小炒驴肉 这个驴比较薄 你要说是买那种养殖的驴 这那个驴最起码有两到三只厚 今年驴价格长得很厉害啊 去年活驴二十多 现在接近三十只脚了 我想现在吃的人多了 只要你做得好 在哪里都能来吃 这就要下锅了 这都是泡好的驴肉了 这个要先泡一下哈 你不泡没法吃这个东西 不泡你这个血水在上面 那个肉发腥的 驴肉下锅 哇 这个是一个驴排 对 这个驴的内桥 这个好 这个好 你这一锅能煮多少驴肉 我这一锅煮两头驴 煮个五百斤肉 这一锅能煮两头驴啊 正好两头驴 五百斤肉 你这个是不是老汤呢 这不是老汤 我们都是当家的虾驴肉 这个绝对没有老汤 不要清外面 胡吹八吹 说什么百年老汤 本下咱们这个驴肉 咱们就是吃原汁洋味 吃它的驴肉香味 你弄出了那么多桥料 什么百年老汤 你这传说就是胡说八道 你放了那么长时间 你那个汤你还能吃吗 不要清外面胡说八道 有什么老汤的肉 没有 帅哥你干这个干了多少年吧 我干这个干了十一年了 这个我从二十二就开始 跟着我父亲就做这个驴肉 我父亲之前做了那么长时间 完了之后这个驴肉 也没做出什么名头了 这个现在都我这一代了 咱们把它放油光大了 越做越好 给你做火了 对 我这个怎么说呢 比较年轻 头脑还是比较灵活的 肯定这么做的 肯定比上一代要强 我家用的这个驴肉 必须齐口的驴 老的也不行 它肉发柴 那没法吃 嫩的呢 它又吃不出味 所以我们选这个驴 必须是五六年的 正好刚刚齐口的 你这个相当就是原汁原味的 咱们家只做原汁原味 驴肉咱们不需要放任何的调料 你放上调料 你到底你是吃的调料味呢 还是吃的驴肉味 你加了任何调料 你就突出不了它的驴肉香味了 我看你这个锅里面 没放那个驴板糖吗 等会儿的 等会儿的 先把肉放上去 人家好东西 腾脊 咱们家的好东西 直接放在上面 好吃不够驴板糖啊 吃了驴板糖 忘了赵木娘 哦 还有这手法 行了 咱们这个 马上就就开锅直接煮了 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 哦 这个时间可超了的 五个小时 满火慢炖把这个肉 咱们慢熟 这样做才好吃啊 口感它要好 肉又香又嫩 还略带脆感 出锅了 你看看咱们家的这个驴肉 都是圆色的 这才是摘着驴肉煮出来的样子 哦 不像人家这个煮出来 红通通的哈 哎呦 红通通的 我跟你说 十家过驴肉 有九家 你会好销 咱们这个 连料包咱们都不放 直接就是原汁原味 直接煮的 哇塞 大块的驴肉啊 这块是那个 内巴盖宝 大内桥 哦 这个好 哦 这块肉 最新毛有15斤 咱现在这个驴肉 是怎么卖的 咱们家里 目前卖这个驴肉 是1301斤熟的驴肉 吃驴肉 讲究的就是 原汁原味 专门吃它的香味 香味 我看他们有的地方 的驴肉 才卖八九十块钱 一斤吧 哎 八九十 你现在 连小都别小 肯定那不是驴肉 现在的活驴价格 你买活驴都得28过程 你 卖 卖七八十 你卖熟的 可能吗 我今年 买一头驴的价格 比 去年要贵 接近4000块钱 去年驴肉 卖50多生的驴肉 今年 要卖到70了 哇塞 这块漂亮 嗯 驴板巢 这个平时 不提前早点说 这个东西 这个板巢 都要吃不上的 我赶紧煮出来 先把板巢躺起来 还要躺起来 哎呦 你不躺起来 等会客人来了 你是给他还是不给他 你要给他多了吧 等会再来人 你没有了 哎呦 不好弄的 那你这个肉啊 现在捞出来 要给它凉透哈 等到凉透以后 我们再进行分割 哇这一盘不轻啊 看看我们这个驴肉汤 这就是煮这个原汁原味的驴肉用的这个驴肉汤 咱们等会儿做这个驴肉冷盆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的驴肉汤啊 嗯 哦必须用这个驴肉汤做哈 必须用这个原汤做哈 必须用原汤做 要不然你就吃不出这个驴肉的原汁原味了 等了凉透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翻割切片了 哇切块儿 哇这个好香啊 特别香啊 哎呦 有驴腱子 老远就闻到香味 那你这个板肠啊 一会儿也是放在那个冷盆里面 嗯 因为咱们这个驴板肠 可以做这个驴肉加驴肠的这个驴肉冷盆 有比较喜欢吃这个驴板肠的 先切大片 等会儿再放小块 你这个卖130斤啊 有没有人嫌你贵啊 肯定有人嫌我贵啊 只有不懂的人才会嫌我卖的贵 懂的人都知道啊 有句话说的好 驴肉香马肉臭 打死不吃螺子肉 你想想外面卖气泡石子也有 啊 你你刚想那是什么肉吗 这个装盆的时候啊 白种平均啊 它分不分啊 有这个传售驴肉的 有这个驴肉加驴板肠的 有这个五花驴里条的 还有全驴的都有 价格呢 所有的这四种 价格都是统一的 都是260一盆 这个就要装盆了现在啊 对 咱们这是装的驴力桥的驴肉冷盆 咱们这个驴肉冷盆里面有两斤半的驴肉 啊 整块在浇汤 这个里面是三斤半的驴肉汤 一盆整起是六斤 现在装的这个都是雷条哈 全都是驴力桥的驴肉冷盆现在 哪一种卖的比较好一点 呃就是 传售驴肉的还有这个驴力桥的 再一个就是驴肉加驴潮的 都不错的像 都差不多啊 销量都是差不多的 像做这个冷盆驴肉的在 那你知道啊躲不躲一斤 呃以前是有很多做的 那之后他们做的口味不行 用的肉也不行 最后就没干起来 呃现在就剩我自己 那这生意不都被你垄断了吗 这怎么说能是老度呢这是啊 修行靠个人吗这是 能不能做的起来跟自己有关系啊 咱们的驴肉汤本身就特别鲜 咱们也不需要放别的调料 放点盐 放点酱油 瞧一下味就可以了 呃这个颜色就变了 这是最后一道程序 这个东西啊要冷却一晚上 明天才会成为驴肉洞 做驴肉做的这么多年 在路上现在在大马路上啊 别人见了我都叫我驴老板 啊叫你驴老板 啊好 今天这条视频啊应该是我啊 拍的时间最长的一条 我今天中午啊12点就来了 你看 现在马上又12点了 拍了12个小时 吃这个饭还真不容易啊 其实我们以前啊 正常吃这个驴肉啊吃了很多 但是这种驴肉洞啊是第一次吃 这个应该是个下游的好菜 肉啊吃到嘴里面啊特别香 而且这个洞的呢很爽滑 感觉非常不错 这种应该是腿上的肉 吃到嘴里面非常有筋道 而且啊越嚼越香 嗯好吃好吃 他家啊现在这个驴肉啊 跟这个驴板糖都是卖130亿 两个都是一样价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一点都不价 太香了 驴板糖 驴身啊最好吃的就是这个板糖 吃了驴板糖忘了涨不凉 就是这个东西 哇好吃 其实驴肉啊他吃的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 我觉得如果大料味里放重了以后啊 反而不好吃 这种啊才能吃出驴肉的香味了 个人感觉啊这个冻的比驴肉好吃 喜欢吃这个驴肉动的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非常不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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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